我們有考慮 它這以前叫陳子芳的老街 這是陳子芳老宅 雖然我們剛剛從那個磚 這樣進過來的時候 它其實有一個磚牆的地 那個地方以前就是陳子芳 它整個房子的基底 那後來當然它變成了 一個番薯堂的工廠 紅磚竊底在原有的結構上 涉及明亮寬敞的玻璃屋 這個清代古宅 荒廢了數十年 終於重新燃起人烟 清代宅地變成番薯堂工廠 基金變更到了現代 在建築師蔡配手手裡 搖身一變成為台南小農餐廳 這個是有機的 你看我們這個蒜頭長得多漂亮 我們都會以在地的小農 按環境去選擇我們的食材 在十多年前 我們開家家小南天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開始想要做聚落 所以在開前 我們就要先超前部署一下 所以開始找 我覺得比較符合我們需求的 文化歷史的一些遺跡 或是古蹟這樣子的環境 這邊 日據時代的 你可以看到它日據時代的 台灣人還來蓋敏市的房子 有網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河市 這是有台灣的概念 加上日本的 那我們當時就特別去保留它 成功大學建築碩士畢業的蔡配選 對於老屋情有獨鍾 透過建築解析長明歷史 想要傳達真正的台灣味 好 這邊就可以看到 日據時代的台灣人 所建造的日本河市 那我們是盡量用修補的方式 去修這個日式的河市 保留閩南元素 還原日式格局 想要強調這洗鍊字 時間的歷史感 蔡配選的拿手好戲 就是以時間作為良柱 加上現代思維 讓這一地老屋 成為文創聚落的中心點 這個聚落叫番薯齊 它是屬於更老的老式中心 在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讓年輕人願意進來 臉上掛著微微的笑 彈著心中的願景 絲毫感受不出創業者 力圖大展選手 難免伴隨而來的急躁感 因為過去蔡配選 在距離不到一公里外的 振興結商圈 曾經慘跌一跤 拆掉的招牌 只剩淺淺滋樣 這棟嘉嘉西市場旅店 建於一九七零年代 是台灣第一位女建築師作品 還是不少台南人的共同回憶 而蔡配選在二零零八年 進駐之後 以文創旅店之資 力氣成功帶起周邊 柏華街與振興街的興起 他一定會產生人潮 那人潮屋主或是地主 他就會開始有一些念頭 就是說我房租漲 但業者如果他沒有辦法 讓自己的營運往上跳升 就是因為人潮多 我生意更好 所以我可以付更高的房租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 他就活不了 但不堪租金連漲 加上商權型態改變 像蔡配選這樣的文創團隊 無法附荷 只能忍痛放棄心血 成功過去十年燦爛 離開振興街重新開始 而在另一頭的台南新化老街 卻有著不同風景 對對 對 我們在賽復麻煩你了 傳統的風景就對了 細細材良 將木頭精修都崩跑 接起爬損 造樓拜 屋主找來老屋團隊 準備修復這棟已經80年 過去專賣裁縫機的偵測點 我們對老街其實有一個使命感 我們覺得我們都是愛護老街的人 那不希望老街有隔壁這種情形 所以當下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想把這間店留下來 我們的木頭保留下的有幾分 有一半 因為志同道合屋主盧肅 找上社區營造專家許明陽共同合作 由許明陽負責出族意 為屋主找資源 還有解決老屋可能面臨的各種疑難雜症 建管來說假設是你明了七十年之前 蓋的房子你可能根本就沒有使用執照 所以如何去取得相關的補證的證照 讓你可以證明這個建物在更早之前就存在 所以它沒有建造 這可能通常屋主就要花一番 實力氣去取得 能否開門一夜直接牽涉到 消防建管問題 除此之外 如果房屋本身又具有文資身分 限制就更多 因為文教用第一班來說 大家就會覺得說好像是學校 或者是剛才講博物館 那台灣人某種程度就會覺得說 好像學校跟博物館就不能做營業 如果真的想要拿來做營業 可能有相對上的限制 譬如說通常是不能用明火的 所以為什麼一般 大概只能開咖啡廳的原因在這裡 加上地域限制等因素 要推動老屋活化更是膽上渣男 但有個豐富設造經驗的許明陽 為想要保存老屋的屋主 提出解放 年米基紅龍龍作響 為白米屈無存精 學明陽不只修復房子 還有修復年久失修的年米基 成功打動屋主 打賞他在台南新化老街的第五章 一般的承租者進來就是把裡面清空 換上他自己新的裝潢 房子就算有問題他也不處理 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會協助屋主把這棟房子的狀況 調到一個良好的狀態 那屋主知道這樣的狀況 他也願意釋出更好的條件 許明陽提出已收換約 自己偷錢找補助為屋主收房子 雖然在外人眼裡看起來有點傻 但卻成功打動屋主釋放力多 我們不能違背人性去告訴屋主說 你都不能給我漲 我們目前都會談說 十年內的漲幅控制在20%之內 許明陽以整合者的角色 結洽屋主並找來年輕團隊進駐 不以二方都認姿態自居 改收使用空間全力金 讓創業團隊分用空間攤分租金 以低於獨自承租的價錢 提供給創業的新人 以合作夥伴的角色 達成三營模式 這個全力金的背後代表的意義是 我還必須要去找到更多的資源 去輔導你 輔助你在這個地方的商品開發 營運創業的過程中的需求 包括行銷 我們會想辦法找到資源給你 所以是一個夥伴的一個關係 從水料製作一手包辦 你在地水果製作冰淇淋 他是北漂之後選擇返鄉 回到台南創業的張家豪 這個點其實我好幾年前 有只有來過一次 這邊跟我印象中的 小時候生活的台語很像 如今如果說他可以見面 可以跟比市區還上 然後其實對我們這種 剛創業的人來講的話 其實是很大一個綁筋 選在新化老街周邊的日式宿舍 作為創業KIGA儲 除了較為便宜的租金之外 許民良還無常協助 這些年輕團隊行銷包裝 讓處處忙碌的創業小果 可以專心滾發提升品牌 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就是負責做生產 把東西做好 對 然後他們就是負責幫我們 其實想要走客人 對 一起共同監營 然後這是一種雙贏的方式 找回地方歷史故事 打通屋主 租客的良善循環 解決老樓上有問題 讓文化傳承與市場利益之間 這場沒有煙燒的商戰 可以取得一個完美平衡點